好来看到台中市新闻三月中港电上周四呢 发生这是贵妇被掳案 主嫌刘勇将昨天晚上在律师的陪农之下主动盗案 而今天早上警方将刘贤移送台中地检署 经过检察官征讯 已有逃亡串刃之余 而且所犯为为至少是判误蔑上重罪 依强盗罪向台中地位生压 在校法官才准收押警戒 当下贵妇的刘姓嫌犯 位于不利的老家竟是豪宅大户 令知说嫌犯在当地是地主家境富裕 怎么会犯案让人相当意外 家中摆满了阴架 因为大哥从事阴架工程赚了不少钱 兄弟也跟着加入 但流行嫌犯自己开了洗车厂 想自行创业却惨培 流行嫌犯以前就是在这里开汽车洗车的中心 不过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变成了汽车卖场 开洗车厂时流行嫌犯还曾开放名额 给当地的学校实习 想把规模做大的企图心很大 行李拿来拿败的就算他跑到家 他就不租了 让警方啼笑皆非的是流行主嫌犯案时 开的还是价值300万的BMW新车 比被害贵妇开的车子还名贵 投案后找的律师也是和前立委 严清彪同个知名律师 看得出背景不同 流行嫌犯脸书大头照 有朋友留言说他变瘦了 似乎就是饱受欠债所苦 只是家里是地主却铤而走险 为钱逼迹却绑人劫财 让老母亲伤心不已 记者韩志鑫许家师难投报道